驾驶员很不幸的 第一时间一直找不到他 因为整个车厢已经撞烂了 后来很快的发现了 他的踪影他已经不幸罹难 都是台铁的工作人员 因为他是在最前面 所以不幸罹难 他叫袁淳修 在2019年8月才参加了 台铁集团的结婚 这个集团结婚 但是同样是台铁的工作人员 这位就很幸运列车长 他幸存下来 因为他在的位置是一车厢 他站在最后面 所以撞击力道比较小 那么他的事后 因为他比较专业 所以事后他讲的话 其实我觉得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激赠 他说他有感受到刹车 刹车之后感觉到剧烈的撞击 每个车厢因为都坐得很满 后面的车厢乘客根本出不来 这两个画面 此刻看起来让大家无限的感慨 我们叫大家去坐车的时候 有时候会去跟车厢拍下照片 这就是出事之前 在树林站 旅客上车的画面 另外这个是来自一个网友的脸书 他叫林奇 出事一个小时 他觉得画面很漂亮 他就拍了下来 这个就是出事一个小时前 这个车子通过活动 你看看绿绿的山蓝 还有这个白色的雾气 这一辆火车 有没有 我们都会看 好漂亮的景象 把他拍下来 谁知道一个小时之后 发生了这么大起 重大的一个灾难 好 我们先来听一下 导播准备好了 我们先来听一下 那这位幸存的列车长 他说什么 前面大概三到四车 大概有多少人坐 每一集的车厢都是 大概五十二个人坐 五十二个人 今天是满坐就对了 今天满坐还有站票 你都觉得是有东西 卡在铁铁铁是吗 我真的不确定 因为我在一车感受到 就是紧急刹车 然后车体车体错动 就这样然后就停下来了 好 目前当然主要的责任 就是在于这个工程车的司机 车子没停好 他的车子掉下来之后呢 五十四条宝贵的人命 就这样瞬间消失 舒惠你来看一下 这位这个驾驶 目前好像这个网友 有一些起底了他 有一些更多特殊的讯息 对 其实一开始 我们看到那个 很多网友也都找到 他那家公司登记的 公务所登记的 他破破烂烂 很担心说 他没有财力求偿 可是随后就有网友起底 就是他有另外一家公司 另外一家公司 规模就不小了 在这个在这五年内 总共得标了交通部 跟花莲新政府 大概工程是两亿 两亿 所以他其实是有两家公司 可是更特别的是 刚刚听新闻 我们才知道说 原来台铁这个工程的 这个施工厂商叫东兴营造 东兴营造 而这个李逸祥又变成是 这个东兴营造的 所谓工地主任 那这整个关系 到底是怎么样 到底是东兴 因为我刚刚前面有说 我一直很不解就是 你要标台铁的案子 你一定要 这个公司要有相当的规模 跟经验 好啦 那为什么 这个李逸祥可以标到 现在原来他才 他不是那个得标的业者 得标业者是另外一家 叫东兴营造工程 东兴营造工程就规模就很大 历年来 大概每一年都有好几亿的得标案 可是那问题来了 那李逸祥为什么会出现在 这个东兴营造的这个公司里面 他是不是又是他下包的厂商 又是转包了这个东兴营造 标了台铁的工程 是不是又转包给更小的 其实在公家机关的实务里面 有时候是会禁止转包的 为什么 尤其是跟专业有关的 跟安全有关的 因为我游赎会得标 那是因为我有具备这样的资格技术 跟这个专业的工程团队 所以我得标 但如果我一得标 我马上转给其他人来承包的话 那显然承包的人 不具备像我这样的资格跟专业 所以在实务上有一些状况 我们在标案中是禁止转包的 那这个案子到底是怎么样 当然后续 我觉得第一件事情 就像伟安哥讲的 救难永远是第一优先的 但是真相的厘清 是给这些受害人 跟这个受难家属一个公道的说明 那这后面我觉得台铁要快 不要像上一次普悠马一样 一个真相报告要搞一年 然后搞出来 还要家属签保密协定 我觉得不要再这样二次伤害家属了 这个是台湾 这50年来台铁最惨重的一个交通事故 我觉得整个过程一定要透明 整个责任归属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状况 不只是受难家属要知道答案 全民都想知道答案 你看到这个地方呢 就是第一清水隧道的这个北口 是北边的这个部分 工程车原来停放在这个位置 然后你看到 这其实我们到这个平面 你就看得很清楚了 它的两边感觉上都是速从 有没有 很多驾驶人有时候 确实会把车子停在旁边 觉得这边是速从 好像可以挡住 但是你看到 它整个溜下去20公尺 我们刚刚不是从一个 比较高的画面看到吗 溜下去的过程当中 它把那个树整个铲平了 整个铲下去了 所以这个驾驶呢 实在是太大意了 当然现在看起来 初步估计呢 它的工程车呢 残骸显示它是打空档了 手刹车有没有拉 可能没拉 但是呢 还必须要再做判读 这个部分目前还并不确定 需要更多科学的激诊